上帝之眼 距离我们约700光年 是典型的行星状星云 由于星云的尺度远超哈勃市场 使哈勃望远镜不得不拍摄多张局部照片 最终才拼凑成这只巨大的宇宙之眼 这个古老恒星的遗迹 似乎在向我们提前演示着 太阳系未来的辉煌闭幕式 而核心留下的白海星 则是它最终的归宿 我们拉近距离可以看到 星云发光的环内园有许多小物质团 天文学家称这些物质为彗星结 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拖着长长尾巴的彗星 但实际上 这些都是密集物质块形成的巨大结构 尽管星云内的多数气体 被中央恒星的高温灼烧 但彗星结界的分子仍然受到保护 在这里 寒碳分子可以形成与存活 并最终被分散到宇宙空间 这也预示着死亡与新生的交替过程 阴壮星云 这是银河系的一个恒星诞生区 在这里 星光雕刻的功力体现的淋漓尽致 从图像中可以看出 在发光气体背景下 映衬出的黑色柱状尘埃 因而恒星们 就在这微妙的柱状尘埃中形成 这幅宏伟的图像 生动的证明了 光是可以施力的 这就像沙漠中的风 能建立并改变强大的沙丘那样 在这里 光就像无形的手 引导着宇宙创造与破坏的格局 构建其复杂性 这就是来自宇宙的艺术